就算他嘴硬 但心里还是有本宫的 奴婢听说 林大人忙着在宫中当差 根本没空回宫外的宅子 他们夫妻之间 好像不大和睦 恐怕是林大人心里 还有主的缘故吧 今夜有劳各位了 本宫替锦司谢过 微臣等有幸 陪五公主走至最后一程 请您记哀 大家有幸了 娘娘 祭祿已毙 奴才要娶回禀皇上了 各位也都早些吧 走了 走 林大人 这武器祭礼已经结束 白花也用不着了 不如你一并交给我 我替皇后娘娘收了吧 是 主持人 润 孙晨 你看见了吗 你看见刘亦哲 去见皇后掉在地上的那顿花了吗 她居然想自己留着 不想还给她 一朵小白花都这么在意 这么恋恋不舍 卓儿 凝想多了 没有 只有喜欢 只有在意 才会有那样的眼神 他怎么可以背叛本宫 去在意另外一个人呢 而且还是本宫的仇人 不会的 林大人不是为了您 才隐藏罪证的吗 他哪里是为了本宫 他根本就没有怀疑 是咱们做的 那日 我阿哥就在八个身边 我阿哥是皇后的样子 那是为了她 才隐藏着我 根本就不是为了半宫 你